道琪隊球星大谷翔平 週三對上大都會投手羅培茲 送出本季第十四轟 八局上被大谷拳雷打 羅培茲還沉得住氣 沒想到面對下一位打者弗里曼 出現揮棒煞車爭議 被裁判判定為壞球 羅培茲忍不住爆發 與三壘省發生爭吵 羅培茲立刻遭到驅逐出場 走下休息室前 羅培茲解開球衣 又把手套丟向觀眾席 在休息室受訪時 還罵自己的球隊 這些舉動讓大都會總教練 曼多薩認為羅培茲實在太誇張 決定將他制定讓渡 羅培茲隔天立刻發文道歉 澄清英文不是他的母語 他想表達的是自己是最差的隊友 無意貶低大都會 還說自己的小孩罹患罕見疾病 心情低落 才會在球場上失控暴怒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道歉TV amongst支持8 folklore員 歹息室前 讓大家看一下